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小魏的职场情商课 来考察一下他的职场情商 来看大屏幕 你平时很爱打扮 但从事的却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同事看你总是小声议论 你会改变你自己吗 不会 我会跟他们大声讨论 你说什么了 我没听见 我会跟他们直接说 那如果大家说的都是不好听的话呢 不好听的话 我觉得那他们证明这个公司不专业 因为我做的专业性很强的 我是为了公司变现 如果你因为我的外表忽视了我这个内涵 和我的专业性和为公司赚钱的能力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专业的公司 那我可能就要走了 这段问题其实可能考的是一个 就是职场形象的问题 但是因为正好想问你呢 你是做颜值赛道 你就觉得打扮是你的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可能放到别的情况下就是会看 比如说你的这个专业性很强 可能跟你的这个打扮是冲突的 那就是涉及到你愿不愿意 为了比如说这个专业性的认可度 去对自己的着张这些调整的问题 所以是分情况对待的 那这个情况就得分场合 如果说我今天可能在这个演戏 或者说我在公司正常自己一个人做东西 那么可能我还会有个性 如果说今天有那种正式场合 我需要见客户 需要说跟谁去 先不用着急回复 这道题背后讨论的是 你的个人的价值观 和企业文化的价值观 究竟应该排在哪个 排在前面 这是他的核心 我觉得还是个人价值观排在前面 对 所以你的 你的这道情价题答应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的企业家去招聘你 他们可能要思考 这个人来了 我能不能hold得住 他能不能融入团队 还是说我去变成他的一个票台 价值观本身相互 是一个相互匹配的关系 我当然觉得我个人危险 因为我是一个求职者 在我面对找工作的时候 同时的话 这公司选择我们是双向 我们是平等的 如果公司不好的话 我可以去下一个公司 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 一个岗位去面试 大卫老师 那个我想灭灯 去找一些跟你相似的人 去做一个小团队 或者一个工作室更适合你 而进入到企业里面 反而禁锢了你的个人发展 好 谢谢老师 最后我们就看 只剩下陈薇这一盏灯 咱们就有请 非常遗憾 少魏 所有的灯都灭掉了 你的面试只能止步于此 我很欣赏你 首先小魏 因为我只做知识主播 所以我是不做娱乐主播的 明白 因此所以 就是我可以给你很多建议 你现在人设的定位 是没问题的 很好 拍摄要再做得精良一点 你那个涨粉的速度 就会很快 涨好了粉之后 和天津当地的企业家去合作 这个一定是完成变现最快 影响力打造最快的方式 明白明白 谢谢陈老师 我们这边能有 可以说两句吗 来 我们把信号切转到第二阶段 你好 小魏 我特别喜欢你和欣赏你 然后你的娱乐主播和娱乐IP 可能未来更深层次的是需要考虑 你服务的是哪一类品牌 服务的是哪一类客户 我觉得这个层面 今天你没有研究得很深 对对对 这是我需要的 我认识很多MCN机构 如果你需要这样的资源 我是可以帮你去对接这些资源的 他们是具备很多的这种 运营细节的能力 以及品牌资源 BD的商务的能力的 加持在你身上 我相信你可以发展更好 明白明白 我们可以私下联系我觉得 好的 谢谢董老师 谢谢 为了准备你今天这场面试 我看了你几乎所有的短视频 你挺不容易的 谢谢 父亲可能对你现在做这个 有些不理解 只有母亲一个人支持你 你还要顶着一些 别人对你的议论 对吧 一些压力 但是做这个 你又喜欢 我觉得挺好 你一定要让爸爸看 今天的非女莫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增加一个流量 不仅仅是增加一个流量 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访谈当中 没有聊到这件事 小魏很早以前 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去实习 去当演员 是吧 然后干了一天 很辛苦 很卖力气 很投入 但是最后 被这个无良的东家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拒绝付账 这件事给小魏 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从那以后 他无论接什么样的活 干什么样的事 说多少 就是多少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明白 为什么 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 评论区那些异样的眼光 和有色眼镜 而且你能够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说 只要我的钱是合法来的 我不违反公序良俗 我觉得这句话要让爸爸知道 谢谢你 孩子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再见 有机会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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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成功 其实上台之前就有预想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随随便便都能成功的 就是我在选工作的同时 工作也选择了我 我们这次就続在 他再去电话 上的原始